香港旅游发展局加拿大阪市处 于21日晚在紫金盛宴举行了华文传媒感谢宴 并在餐宴中特别介绍了香港旅游业的发展境况 其实香港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节兴 很多的活动 非常吸引本地人、海外旅客都会全程参与 好像由4月1日开始是我们新的财政年度 变成了很多新的推广活动、宣传 和各个其他机构的合作 都是4月1日又重新再推出一次 刚刚农历新年过了 我们有一个十大项目就是香港的各种活动 农历新年的庆典 接着就是一些很国际的体育城市 好像网球、篮球赛、足球那些 就会一路全年都有发生的 还有很多是我们叫城市基金资助的 接着又有很多艺术和娱乐的城市 现在进行着的 我们有一个叫做art and entertainment expo 是一个很大型的关于商界、业界和一些影视界的城市 接着我们就叫做cultural celebration 是一些传统的节兴来的 搭着有几个节兴差不多在同一个月发生的 好像天后丹、长州包山节 又有谭公丹、佛丹 都会有很多节目 接着很快乐 又有一个叫做summer spectacular 是我们的夏日城市 就有很多购物的选择 大减价 又有龙舟径渡 很多玩吃的东西 接着就是中秋节 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接着有一个在西方很流行的 就是我们的Halloween 就是我们叫做鬼节 蛙鬼 我们叫做蛙鬼 很多亚洲区的旅客 特意扶着葡营伴幼 去参加这个Halloween 香港的Halloween 然后我们当然有一个叫做wine and dine 就是我们的美酒美食的嘉年华 都是在秋天发生 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叫做hiking festival 我们叫做great outdoors 香港的郊野传接触的一个活动 每个在那段时间每一个礼拜天 我们有些免费的行山指导团 游客啊本地人想参加 有专人带他们去香港行一些很出名的山径 接着当然就是winter fest 就是我们的纷纷冬日节 香港的冬日节有庆祝了聖诞 很多灯饰 很多购物的选择大减价 饮食美食美酒 还有是随直倒数烟花会员 就是很精彩 那我们就有10个点题的活动 就是全年去推销的 那用什么方法推销呢 那当然跟会体合作 跟我们的旅游伙伴 做很多旅游的套餐 去推出来宣传 所以各位观众就应该留意多些香港的消息 有什么特别的优惠 有什么很划算和很好玩的旅游套餐 就不要错过 我们的惊喜是必尝尽世界美食 我呢 昨个几天买个痛快 还有最重要的是全家人才开心心 每日每夜每日都充满惊喜 妈妈 我还要再来呀 香港 亚洲国际国 What do I like about Hong Kong? Every moment there's something exciting going on One minute I'll run a huge building Then the next is traditional Hong Kong 我很喜欢这个美食 还有逛不完的时尚 时时刻刻都充满精彩店后 香港 亚洲国际都会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